台中市的共好社宅又迈向另一个巅峰 歇屯区第二处的社宅会来错断豪宅新建 在市长卢秀燕的带领之下正式开工动土 预计在114年5月份会完工 也让台中市的豪宅新建树 已经爬升到了5508户 而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会继续加油 让台中的青年朋友若是市民都可以住得更好 豪宅台中的亮相18个计划将可以成就5508户住宅 公司协力共同努力让台中市成功突破5000大关 以比豪宅更好的豪宅为愿景目标 成功为市民来构筑有温度的家 是为了本地的七年 他们有一个可以好的品质的居住环境 居住正义替他们实现居住正义 所以敬请期待后面还会开工 玩不了工的要玩工 开不了工的要开工 众人职产动土宣告西屯区第二处设宅 未来错断豪宅新建工程展开新建 而基地就位于西屯区的青海路及惠州路口 以都市之门为概念设计 连结文创与青年展演及社区跟城市 这一天规划设计也对外亮相 因为工作的关系家庭关系 希望住在市中心区的他可以申请 所以我们舍得把这么好的地段 全台中是最贵最好的地段 拿出来盖好宅社会住宅 提供给青年朋友 还有我们弱势的市民朋友来申请 未来好宅是复合式的建筑 结合了店铺幼儿园及投影中心等 跟社区共享 而市府投入14亿4千多万元 将可以提供400户的优质住宅 预计在114年5月份完工 也备受外界瞩目 这里这样台中采访不到